觀眾現在書迷們很好奇的就是 陳品的新衣店在今年底要熄燈之後 接下來24小時的店到底要由誰接手呢 那麼今天陳品就舉辦了計程會來說明說 接下來24小時的店將會由松煙店來接手 也一起來聽董事長吳敏傑的訪問 南西店它其實是一個很年輕 相對年輕的一個商權 但是我們主要是以 如果一個24小時書店的總店 應該要具備的品項數來說的話 其實松煙的面積使得我們的長數量有機會 就是比敦南更多一些些 這個是它贏南西的重要的關鍵 因為南西在以它的空間來說 再怎麼做大概也只能做到 現在松煙的大概60%左右 所以我們覺得24小時書店 它的一個書種的豐富度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是松煙勝出的主要原因 那巨蛋這邊我們覺得它未來會帶來的其實是新的人流跟新的人潮 那我們也很期待就是未來有機會有更多的這些exposure跟將新的人流人潮來接觸跟見面 好我們可以聽到的成品是說明這一次選擇這個松煙店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說接下來大巨蛋商圈的發展是非常可觀的 他們認為說在大巨蛋這邊接下來可能會來做開放之外 還有的是洲際酒店以及索狗的巨蛋店接下來也可能都會來做開幕 也因此有望是帶來的人流以及這個來客量才會選擇這邊 那麼至於說為什麼沒有選擇這個南西店呢 他也說到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南西店的空間是比較小的 藏數量當然就遠不如這裡了 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交換捧內 是